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信眾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黃山正統五路柴神廟 在南部來說是比較很有名的柴神廟 也是很靈驗的柴神廟 我們這廟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尤其是在我們本來是在舊的南北飯店那邊 現在已經廟移過來這邊了 我們這邊的地理環境非常好 我們是靠山變海 所以來這邊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黃山休閒區 可以來這邊看大海 會讓你的心胸會比較廣闊 因為我們五路柴神廟來說的話 二十幾年來我們的信眾很多 很多人來柴神廟最主要還是求財 因為一般的人很多人都是有財會賺到錢 但是因為本身沒有財庫的關係 所以你的財一來一去的 錢財都守不住 我們黃山五路柴神廟呢 有很多的特色 尤其是在我們這邊有免費的病理 你來這邊參拜的時候 假如有空閒 我們這邊有兩位病理的老師 在指揮董事八字啦 藝金啦 一般的病理他們都會告訴你 讓你了解你整個人生 你本命到底有什麼優缺點 你的行運過程 哪一個地方是高點 哪一個地方是低點 當高點的時候 你要趕快去發揮啊 當你低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保守 算命不是迷信 因為算命自古以來就叫做統計誰 以中國來說的話 已經五千多年的歷史了 所以你們假如有空 可以來這邊參考病例 方便 完全是免費的 還有呢我們五路財神廟主要是供供 這個中間的指神是五路財神 五路財神 叫做趙公秉 旁邊的官聖帝金 還有文昌帝金 土地公 還有祭公師父 還有 對啦 福德正神 所以我們這邊神針 前面的話就是太子爺 這邊就是太子爺 對 神針上帝在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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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 啊這個也是 都是神針上帝 福德正神 這個太歲聖圈 中間是五營神兵神將 這是我們虎爺 他是 虎爺就是 專門管 那個偏才的 你要來 拜虎爺的話 我們這邊也有虎爺金 一般虎爺 喜歡吃肉 還有吃蛋 肉要生的嗎還是 肉是生的 不能夠煮熟的 因為老虎是出那個生肉的 對 我們這邊 像蛋 肉我們是沒有準備 你假如有 自己可以買來拜 我們蛋 這邊是有 還有另外 他求那個偏才 就是用你的零錢 換錢 對對對 我們這個 一三五七 用單式的 對 單式的 你跟他換 你假如換三塊的話 你就拿三塊起來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把三塊拿出來 這樣 對 你這個錢 你可以當錢母 放在身上 另外剛才有講的那個 正財 正財 我們求到一百塊的話 假如你是有做生意的話 你可以 把這個錢 有做生意的話 把這個錢花掉 像假如是你要買材料 把一百塊 把他放進去 這個可以花掉 對 可以花掉 你假如是 因為這個叫錢母 你花掉 把這個 一百塊帶進來 花出去 他會帶了很多財金 另外還有一種 就是說你可以將一百塊的 跟你的薪水 把它放到你的薪水 放在銀行的 神則裡面 這個叫做錢母 我可以讓你 那個菜園滾滾 一直進來 所以我們 有時候很多人 求到那個花財金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有兩種方法 你看 做生意的話 你就把一百塊給他花掉 假如你是上班族的 你把這個一百塊存在銀行裡面 當錢母 讓你的 菜園滾滾 這是我們 財使廟 也是很大的特色 因為我們 財使廟來說的話 歷史很悠久了 現在呢 我們 財神爺 已經換了我們 新的團隊 我們這個新的團隊 我們那個 羅農事長 今天剛好不在了 有小弟來帶牢 因為 這個是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以前在 為什麼來這邊 財神爺 為什麼來這邊 想要蓋貓 因為我們那個 以前的主委的時候 就 財神爺有託夢給他 我們那時候 住在屏東涅浦那邊 財神爺夢中 給他指示 說他往南這邊 發展 所以 他找了很多地方 結果 沒有找到 什麼地方 比較好 剛好 財神爺又給他託夢 你就在哪一個地方 某某個地方 你去看 他會 會 會租給你 來的時候 剛好 那個 有 有租到了 那個時候 真的 我們 成神爺這邊 很興旺 我們那個 要進來 拜拜的時候 我們的鄉 我們的鄉 不是這樣拿而已 這個要 拿起來 因為人很多 不是 因為人很多 這樣會 會碰到人家 會碰到人家 對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們 現在 新的 羅歐董事長 他也 有花園 把新廟 這個廟的後面 因為我們這個廟的現在的便宜 對 對 還很大 大概有三分多 所以說 他要蓋新的廟 他有花園這樣的 所以說 在神爺也是 平民之中 也是很保佑 現在 因為 兩三年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不敢出來 對對對 也不敢廟 來拜拜 所以 信眾是比較少一點的 但是 自從 我們羅董事長 七月份 接手以後 現在人潮 已經慢慢有進來了 所以 假如 各位 各位觀眾 有看到這個報導的話 歡迎 你到 榜山 正統財食廟來參拜 會增加你的財氣 讓你的財源滾滾 當我們來五路財食廟 這邊的話 我們像這邊 進來的時候 有一個金箱布 我們的金箱有很多 有花財金 花財補運金 還有 簽加五福金 你就是 看喜歡 要 什麼 金箱的話 都是可以隨意的 讓你有多種的選擇 我們 五路財食廟 還有一個很特色的 這邊 這邊 這是我們千年的 女窩食 一般來說叫做陰陽食 你進來參拜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陰食 你可以先摸這個陰食 這個陰食的意思就是 把你身上的廢氣 不好的氣 把它排掉 你排掉以後 再來摸這個陽食 這個陽食是補充 你本身的 食廠的 所以人家說 你氣強 硬就強 你硬強的話 當然錢財就 滾滾而來了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你們進來 我們 訪山五路財食廟 這個是很大的特色 要不要念什麼 不用 這個不用再練什麼東西 你就進來給它觸摸就可以了 不需要 要練什麼做還是什麼 都不需要了 還有呢 我們 訪山財食廟 我們長期來 對照顧那個 弱勢團體啊 是 不遺餘利啦 我們長期都是有一個 救濟米 你假如 比較低收入者 可以 來這邊 領我們的 救濟米 我們的救濟米 每個月都花了很多啦 所以說 你假如 有 比較 生活比較 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這邊 領我們的 救濟米 來吃一個平安米 對對對 還有一個平安米在這邊 這是花柴米 也是叫平安米 你 把它帶回去 放 這個米 放在你的米缸 還是 把米 摻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這個 花柴米 讓你 平常 在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增加你的財氣了 對對對 對對對 五行燈就是說 你巴士裡面 假如你的 五行 混亂的時候 還是五行 有缺點的時候 你可以點這個五行燈 對 因為那個五行燈的意思就是 裡面有金木水火土 你看 黑色的白色的 黃色的 綠色的 跟紅色的 這個就是代表五行 因為我們本身的人 一般 以巴士來說的話 五行 大概都有一點 切 有切的什麼東西 對 你切的 靠五行的力量 把五行燈 把它點上去 對你整個硬程 還是會有增加的效果 對 這個也是 要點五行燈 也是可以 透過我們的 扁貴命令的老師 不用 不用 我們命令的老師 會給你指導 你到底是 切哪一個東西 對 對 對 也不是需要 你任何有需要 你也可以點 不需要說 一定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來說的話 這個是增強你本身的磁場 那個補充的啦 這是我們五路財神爺 哪一個 哪一個 沒有 這是金融寶 這個是觸摸 也可以啦 這個也是有磁場的 因為 這個石頭已經 也是很久了 所以你來的話 也可以觸摸一下 現在的話 剛好 我們 八月十五號 剛好 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廟裡有舉辦 那個 因為二十幾年 我們的信眾 對我們的財神廟 也是算 來說的話 也是很照顧啦 所以我們二十幾年來 要回饋給我們的信眾 你 進來的時候 假如有消費 一千塊以上的話 你可以來 擲杯 擲杯 我們六杯 六杯就可以三萬塊了 對 九杯 九杯 是九萬塊 更高的還有 十二杯 一百萬 不是很難喔 不會 因為曾經 那個寶寶有連續二十杯的 對啊 你不要看說 那個簡單嗎 假如財神廟 要食材給你的話 擋就擋不出了 尤其是說我們那個 六杯 那是很簡單的 就是 百萬 讓你帶回家 可以讓你做一個創業基金 假如今天來的話 財神爺 認為你 可以照顧你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百萬 拿回去 啊這個不用玩的 呵呵呵 不用玩的 對 啊所以這邊有 就是 聯繫有六 聖杯子 發財基金是 三萬塊 還有聯繫有九杯 聖杯子 發財基金是 九萬塊 聯繫 廣杯有十二杯 聖杯子 發財基金是 一大萬 這個有總量管制嗎 沒有總量管制 就是你進來 就是那邊 像我們那個 有補財補財庫的那個 錢家府的那個 一千塊的 對對對一千塊的 啊你一千塊的 還是來這邊 我們點那個燈 像我們這邊 有點燈的 補財補財庫的燈 還有小朵燈 大朵燈 你凡是有消費 一千塊以上的話 都可以來 賠財 對 讓你 可能喔 你是 百萬的那個 獎金的得子 不一定啦 啊 啊 啊所以咧 我們聖石廟盤 另外有一種 可以求發財金 啊 有一個正財的 發財金 還有一個偏財的 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叫正財 什麼叫偏財 啊所謂正財的話 就是我們 靠我們自己的勞力 有一班上班族的 對對對 朝九晚五的 喔 那個是用我們 本身的 勞力 來換取的 所以叫做正財 另外有一個偏財 偏財 就是說 一般來說 可以說老闆財 眾人之財 還可以算是 一個叫做意外之財 瓜哥哥來說的話 是屬於賭博性的 那也可以算 但是還有一種叫做 橫財 所以我們財 很多人不知道 只有說正偏財 而已 其實財有三種 正財偏財 還有一個橫財 所謂橫財的話 就跟你講的 大樂透的得子 還有一個叫做 娃貂 所以你看 你假如沒有橫財的人 你不要去賭啦 十賭九失啦 所以我們人家講 你民眾有十中虛有 民眾無十莫強求 你的命到底是什麼命 你這一輩子 要有什麼使命 這個是要透過命理 讓你了解 我們求那個 正財的話 花財金 就是這邊跟財神爺求 有一杯就可以了 對對對 你假如有一杯的話 你到櫃檯 拿你的身份證 還是健保卡 我們登記一下就可以了 保不到櫃的話 保不到櫃的話 這個可能你本身 這個才有問題的 找我們的老師 對 找我們的老師 尤其是 你看這邊 我們那個 這個老師 這個 高齡八十幾歲了 這個病 已經在病裡 已經五十幾年了 很厲害 很厲害的老師 還有 像這些 我們廟都是免費的 這個是也可以增加你的磁場 跟五行燈一樣 你假如 你的命格裡面 切什麼東西的話 什麼顏色 你就戴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的話 完全是免費的 對對對 這個 就是 意思 人家寄過來的 你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 就是要接應的 好 越南 主住聖母 從 國立八月二十五日 就 遷移到 呃 坊山的正統五路財神廟 那 在這財神廟裡面 當然它的主要 是 在我們 求財的吧 那麼 我們 竹竹聖母到這裡 的 目的就是 這些 來求財的信徒 他們 呃 他們想要求平安 健康 那就只有 要 依賴我們的 竹竹聖母 也就是說 我們的 西王母娘娘 來 幫他們 呃 祈福啊 欸 那 當然 那個 竹竹聖母 我們會覺得說 他好像在這裡 是不是很委屈 其實也不見得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 聖母 他是為了要 到台灣來 只是要 這些 就是 來 幫助這些 離鄉 背景的 這些 這些 越南信徒 還有呢 也是 就是 來 為我們 就是 在地 就是在台灣的這些 這些 心靈上 有需要的人 來做 服務 呃 再到那個 那個 五路財神廟 因為他 就是為了 要 跟更多的人 來結緣 欸 明天 中秋節 祖豬聖母 也有指示 他們 在這裡 有做一些活動 當然 在 越南來說 給 祖豬聖母 最大的 敬禮 最大的禮 你 求 求 你所求的 能夠達到的話 要跟 聖母答謝 他最大的禮 就是 烤豬 當然有些人認為說 烤豬好像 是不是 太 血腥了一點 其實也不見得 是這樣子 欸 因為 事實上 他的 他的這個豬肉 主要是 給他的 這些 他下面的這些 冰 醬 來 來用的 因為這些 在外面 跑的這些冰醬 要有體力啊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他的 一個心意而已 他本身 當然他本身 他也是吃素 但是呢 你不能說 要求你的 你的這些冰醬 他們外面 要打拚的 這些沒有力量 這些不行的 所以呢 明天 明天 從明天下午 兩點 那我們還是一樣 照以往的例子 那個 祖豬聖母要 換衣服 帽子 那麼 完了以後呢 接下去 一直到深夜 我們 就是在這裡有 有 烤乳豬啦 烤肉啦 等等 等等的活動 在 配合上 盧慈日廟 他有 一個 那個 一個 一個 拔杯 領獎的 這個 這個大活動 所以呢 如果 各位 兄弟姐妹們 如果 有時間的話 可以到這邊來 看一看 順便 來跟 聖母請個安 謝謝各位 對 有很大的特色是 免費 命理服務啦 包括裡面 益金占卜啊 指揮斗士 姓名學 手下面相 還有八字命理 可以看 你的姻緣啊 事業啊 身體啊 各方面 就全部可以看出來 不用 我們來這邊的話 你假如參拜完 有空的話 歡迎你們來這邊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 都沒有什麼條件 都是完全 免費的 我們命理 對對對 盡量 你假如有什麼 需要了解的 對對對 你假如有什麼 不順的地方 我們會透過老師的指導 讓你的運會走得比較好一點 收金也有啦 也可以收金啦 對 收金 有的都會怕到啦 對啦 我們這邊都有啦 對對對 對啦 所以大概 管理病理方面的話 我們兩個 兩個老師的話 都可以服務啦 這是 本人喔 算命以來 所有的精華 我就把它 寫在裡面 這本書 因為 我們畢竟是 人家說病理 有時候都是理論而已 你理論要透過 實際的驗證 才知道這個理論 到底是 有沒有效 這個是我們 因為我們 從事病理 像我已經四十幾年了 我們的林老師 他五六十年了 更老了 我們看過了 讓我們服務過的信眾 都十幾萬人以上了 所以我們 不是說 什麼了不起啦 因為我們看的多了 印證多了 所以我就把 對對對 就是我把 我所經驗的 有靈驗的 把書 寫上去 這個是從 不過這個很簡單 這個是從 《易經》裡面 從《易經》裡面 十五 加起來都十五 所以萬樹萬物 都在這個 範荒土裡面 只是 現在目前 我們台灣 研究這個樹的人 很少 很少 一般我們去 算命的話 都是只有看 煮一朵樹 巴士而已 這是很特殊的 這個 很簡單 就是你知道 你的 前世的因果關係 因為 我們人 憑見戶貴 為什麼會不一樣 就是根據你前世的因 當然你前世做了善陰 這一輩子 是來得善果的 所以你這輩子 會過得 比較平順 當然你前世做了惡陰 這一輩子要來受苦了 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 潑著那麼多 潑著那麼多 就是因為 根據你前世的因果關係 啊 你要解決的問題 是要從你的因果關係 做解決 因為我這本書的話 就是把你人生的 整個人生 你到底是什麼病 啊病有什麼 啊 將來 你這個字還蠻大字的 快點靠我 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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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這邊 是什麼病 啊你的個性是什麼 啊很重要 你要做什麼行業 啊讀什麼科系 啊你的病 有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東西 啊有沒有 就是根據 123456789 這個書 來看的 啊 還有啊你這個啊 升級的什麼質疑病 啊你的價值很重要 這個我要特別喔 那個講一下 齁 現在目前齁 為什麼離婚率那麼高 你知道嗎 齁 齁 有10對 大概有要將近 10對有將近 4對要離婚了 對 啊離婚 因為離婚那麼高的話 其實齁 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一個 是他 病裡沒有 你說 沒有當人夫 當人妻的 就我們以這本書來說的話 女生沒有二八 男生沒有三妻的人 齁 你就是沒有當 沒有那個當人家先生 當人家太太的資格 啊你看很多人結了婚以後 是不是馬上跑去那個 服務所去登記了 結果登記 當然你是變成火力上的 太太先生了啊 對不對 所以你生下小孩子以後 是 大概三個月以後 你就要離婚了 為什麼 因為你病沒有 啊你得到了 一定要付出代價 不是 啊這個不是說 不可以登記 所以人家說 那個聖明兒 用一個名字啊 你名字啊 就不會這樣了 啊 可以登記 為什麼可以登記 因為我們 這一輩子 是沒有當人夫 當人妻的資格嘛 因為你登記了 變成有了嘛 啊你 假如生下小孩子以後 三個月 你是不是變成人家的爸爸了 變成人家的媽媽了 啊你再去登記就好了嘛 為什麼要急衣時 所以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的 啊另外第二種 因為夫妻 叫做 少欠債 喔 負上的少欠債 你說 上四人這樣少欠債 所以這四人 就要做媽媽的 所以你如果長得不對 女主的人 啊 尤其是她的病 裡面又受到 嫁起嫁娶 的影響的人 齁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會離婚 齁 這個很多人不曉得 對啊 這個就很簡單 就因為把你的命格是 爸爸媽媽的 還有你出生的年 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 很簡單 其實講的話 這個一分鐘你就了解了 所以我們這叫精簡本啊 都是從 這個裡面的那個驗證 都是有經過驗證的 那你怎麼解決你這一輩子的問題 到底出到哪一個地方 因為很多算命齁 很多算命啊 就是從指揮斗士八字啦 可以看出你的命格的問題 但是呢 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做解決 所以我們一般人 為什麼會對病理師的印象不好 因為 她會亂發明 對對對 因為她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話 就啊 你要做什麼計改啦 要做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結果讓你花了很多錢 有沒有笑 天知道啦 我們這本書是針對你的問題 針對你的前世的因果關係 在哪一個地方 我們專門來做解決的 對啊對啊對啊不是啦 我們因為我們廟神明在這邊 我們才是也在這邊嘛 我們都不敢亂來的 對對對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所以呢歡迎大家有空的話 假如你往墾丁那邊玩的話 回來的時候 剛好是在 西門那個坊山休閒地的地方 你要來這邊的話 有西門 啊對面也有西門 那一間就是我們五路財神廟 正統五路財神廟 歡迎各位信眾的 來這邊參拜財神的 讓你的財源滾滾 大運大花 謝謝